我們來看到經濟的消息了 佩洛西來台也牽動了股市會市 也引發了中國大陸經濟制裁 更多內容交給千涵 好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解析一下 因為大陸的商務部 在今天8月3號的時候 是寄出了一項聲明 暫停天然沙出口到台灣 這個消息一曝光之後 大家一定沒有想過 竟然會立刻衝上微博的熱搜裡面 而且也掀起了台灣網友 跟大陸網友兩派的論戰 我們就先來講 第一時間大陸的網友就問說 請問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天然沙 底下就有網友留言啦 裡面就有提到說 其實天然沙是製造晶片需要的材料之一 那當然也有人回應說 這個就是大陸官方變相要來制衡台積電的手段 我們從另外一篇其實也可以看到 網友有說不論是建築業還是半導體 其實都需要用到天然沙的 它的用途非常的廣 而大陸網友提到的這個化學元素 龜 其實就是台灣我們常常講的細骨的細 細晶圓的細 大陸的網友也分享說其實在細晶圓裡面 這一塊也是相當需要用到天然沙的 但事實上中國大陸並不是第一次禁止天然沙出口到台灣 我們就來回顧一下 當時是發生在2007年的3月份 大陸也一度禁止了天然沙輸入到台灣 但由於那個時候的時空背景台灣非常缺乏的是天然沙的資源 當時也引起了價格 突然飆漲 因為你的量 突然緊縮了 也讓很多台灣的業者是相當頭痛 而大陸也在當年的12月恢復出口 直到現在 2022年的今天8月3號 大陸的商務部再度下達了這項禁令 除了營建水泥也有一派陰謀論的說法 認為說這根本就是衝著 護國神山台積電而來的嗎 我們也幫大家科普一下這個天然沙到底用在哪裡 其中有一塊它會用在細沙 石英沙 這個最主要是用在 建築還有玻璃工業以及清潔金屬都會用到 再來第二點就是土質沙 它是鑄模還有耐火的產品會使用到 還有 第三點的用途就是長石沙 它比較是用在陶瓷工業的部分 不過 對於大陸網友有認為說這招是在懲罰台積電 很多的台灣網友顯得不以為然就展開反擊了 說如果中國大陸要制裁台積電 這一招是不是不太聰明 感覺上有點 自己拿著石頭砸腳 乾脆 你要嘛就直接禁止 晶片輸入中國大陸還比較快 而到底這個大陸禁止出口天然沙 對台灣的影響層面有多大呢 我們就來持續追蹤了 因為現在看起來其實 水泥業者跟營建業者 他們對於這項禁令 感覺上有點摸不著頭緒 他們不知道中國大陸這一招的背後 目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有不斷的跟他們詢問 他們就說了 對於大陸的天然沙需求 其實以國內來說並沒有這麼樣的大 台灣 玉瓣混凝土的原料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包含像是會用到水泥 灰飛 以及爐石粉 跟砂石 其中在砂石的部分 台泥跟亞泥 大多都是來自我們台灣東部的供應 那在 國產建材的回應 他們也說了 其實沒有從中國大陸進口天然沙 買的是機制沙 而且占不到20% 也強調 目前來看的話整個供料的來源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 工會的部分也就是台灣區的 玉瓣混凝土的工會 他們也強調說 台灣應該沒有 進口大陸的天然沙啦 目前看起來其實國內的砂石 不缺 所以目前來說影響也不太大的 那至於營建業的影響呢 我們就來聽聽商總主席賴正義的分析 早上的時間 那麼宣布 對於 出口到台灣的 砂石 全面停止 台灣的砂石一直是不足的 因為台灣的公共建設 還有一般民間的建設 非常 需求量很大 台灣的 這一種 開挖的 已經多年的使用 已經量非常的少 需要靠大陸的進口 那如果 停止的砂石的 進口 台灣的所有的研建 在做的這些 重大 建設 公共工程 一定會 大幅漲價 那麼對於工期 來不及供應 砂石 這是最重要的材料 也會 因此工程 delay了 慢下來了 沒有辦法交屋 工程 公共工程 無法如期完成 這個對 台灣的營建 類會帶來 非常大的衝擊 像賴正義是分析 他認為會影響到 國內的公共建設 但其他的 營建業者 又是怎麼說的呢 他們說 進口砂石的 運輸費用 實在太高了 通常啦 這個建案 不太會使用 那至於什麼是 天然砂 跟機制砂 好像在上 那個 好像在上課 就幫大家來科普一下 這個機制砂呢 主要是從礦山 開採之後 它的質地 是比較硬的 至於天然砂 它是 河床開採 質地 偏軟 所以機制砂的 砂石原料種類比較多 加上資源比較豐富 所以在整個使用的過程當中 並不用擔心說 材料會出現 短缺的問題 但是大家 不要忘了 天然砂 因為它是 自然資源 它需要經過 長時間的海水 衝擊作用等等才能形成 所以換句話說 天然砂的行程周期 其實是比 機制砂來的更長的 以長久的發展還有使用的效能來看 其實機制砂是優於天然砂 至於混凝土業者就表示說 假設大陸限制制裁砂石來台灣的話 應該還可以從其他的地方來彌補 需求 經濟部也回應了 拿出台灣這兩年進口天然砂的資料 發現109年跟110年國內的占比其實都不到1%相當的少 其中從大陸進口的天然砂有7萬公噸跟17萬公噸 按照經濟部的說法 其實大陸從 95年民國95年開始 就逐步的減少天然砂的出口 所以這項對台灣來說應該是蠻有限的 而且經濟部強調這個水利鼠的 輸距還有清淤的進度都是超前 今年來的話呢 都能滿足國內的需求 還要來關心到的是裴洛西來台 不只引發一些經濟制裁 還有就是在於我們的股會市 以及聚焦台積電高層的會晤了 這次的話因為 美國的晶片法案規模520億美元 大家都在觀察 他跟劉德英之間的互動會是如何 因為這項會晤的消息 其實是從美國的媒體傳出來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台積電的立場 一向都是保密到家 是遲到今天上午民進黨團的總召 柯建民他就證實說 裴洛西 劉德英兩個人的確有 線上的會議 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我的故鄉是 是柯檢區 我知道他今天早上 跟劉德英 談 晶片的問題 那中間有 美國有一個公議員 因為他特別來晶片法案 做很多努力 當然也提到這個 然後我們 很清楚 這個法案 對於整個 這個半導體行動 公運鏈上面的一些影響 而且重要性 那因為時間有限 很多人的交叉發言 但是都點到重要的問題 以及重要的觀念的過程 那整個來講 這個 今天的訪問 是一個非常 歷史性 而且關鍵性 而且很重要性 一個新的里程碑的開始 華盛頓郵報也引述了知情人士報導了 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設廠進度 其實就跟美國的晶片法案通過 是非常有關聯的 在亞利桑那州是5奈米的晶圓廠 而晶片法案過了之後 接下來是不是就會考慮 擴大在同個地點 增加 台積電的工廠 外界就拭目以待了 美國為什麼要通過呢 當然除了制裁 中國大陸的高階晶片之外 美國的軍事設備 高度依賴 台積電包含像是 戰機 標槍飛彈等等的都有用到台積電的晶片 而特別在全球 高階晶片有90% 都是台積電生產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也要觀察啦 台股跟台積電今天的股價 其實都還滿給裴洛西面子的 最主要我們可以看到國安基金幾乎算是連續三天進場 互盤 而且大家有觀察這兩張圖啊 尾盤 都出現了吉拉 這個吉拉拉的就是台積電 也讓今天台股是由黑翻紅 台積電一舉是攻上了500塊的整數關卡 收在501元 經常這晚上啦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 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717 若瑜幫你來打折